事实 你是试过还是咋的啊 我自己的男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还用得着你个寡妇可惜 我幸福着呢 我男人也很行 谁敢再乱嚼舌根 我撕了她的嘴 我 我媳妇竟然在维护我 沈渊大踏步一下子上了岸 魔光扫视了一圈 最后停在柳春梅的身上 老子上次是看在李正的面子上放过了你 你竟然还敢挑战老子的底线 沈渊你想干什么 春梅也没说错什么呀 大家都这么说 你们很关心老子呀 连老子房地事都要管啊 要管去管你自家闺女 老子活这么大 都没见过这么没脸没皮的女人 三天啊 我只给三天 这娘们若还留在大柳树村 就别怪我嘴上不把门 沈渊一口气说完 正好李正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她一张老脸黑如锅底灰 气得浑身都要颤抖起来了 沈渊对不住 是我们没交好女儿 你放心 这两日我就让她嫁出去 再不爱你的眼 爹 我就是说说的我 我没有 我不嫁人 柳大平啪的一声 给了她一巴掌 这次是真的恼了 你不想 我就把你送去关门 让他们随便陪 你还抽犊子 赶紧带她滚回家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把她关起来 再敢放她出来 我连你也休了 柳大平吼了一句自家婆娘 王秀平吓得一哆嗦 拽着女儿就跑了 媳妇 我们回吧 不 不抓于了 刚才渔网抓了一网 够多了 都留给他们吧 渔网也让他们有 我们先回去 小月儿和小云易 立马跟在他们后面 俩小人在他们背后 嘀嘀咕咕的 太好了 那坏女人过几天 就要嫁出去了 哼 坏女人 还想给我们当娘 没门 就是 我们娘亲也好厉害 我好喜欢娘亲 娘亲打扮坏女人了 哼哼 爹爹好厉害呀 坏女人离开咱们村 赵小小是不是也要离开 太好了 我也讨厌赵小小 什么沈渊不行呢 你看那小媳妇 黏糊沈渊的劲 若是沈渊不行 哪有那么黏糊 就这样 沈渊不行的传闻 不攻自破 再也没有人敢多说一句了 媳妇 我有事情想向你交代 你不用解释 反正我们也不是真的 在外面 我会帮你维护你的尊严的 我谢谢你了 今天确实是挺维护我的 可是 怎么感觉你好像 很早就知道的样子 不然今天一点都不震惊 你也觉得我不行 坐好 你听着 外面都是瞎传的 我是个正常男人 行着呢 苏婉婉 不由自主的就想往下看 事件一下子就落到了谋处 我不纯洁了 哎呀你坐好 我想和你说说过程 过程 谁要听你说过程 你就是个大流氓 什么过程啊 这种事情晚上再说不行吗 我相看过女人 没看上 不知怎的就被媒婆和大伯母 传成了那样子 我也不想解释 还无所谓 正好也能让柳春梅 那个女人死了心 至于柳春梅 和 沈渊一口气 就把和自己有过交集的任何女人 都给交代了个清楚 甚至把官媒给分配的那个 也给交代了 苏婉婉目瞪口呆 脸又红了 她果然不纯洁了 她说的过程 竟然是传流言蜚语的过程 她还以为 嗨 她脑子里现在怎么都是黄色废料啊 干嘛要跟我说这些 老子稀罕你 不希望你误会 曹孩子的表白好呆劲呢 骗子 沈渊 你就是个骗子 沈渊 你什么时候开始稀罕我的 我说了 你不准生气啊 你没来之前 我就消想你了 我不骗你 你失踪那段日子 我像丢了魂一般 你一定不知道 见了你 我有多激动 就想着 让你先骗回家 如果我不同意 离开了呢 你也知道我可能 我不敢想 你若是不喜欢我离开这里 我可能不会勉强 若是你忽然又消失 我也控制不住 但是不管如何 在冤心里 你就是我的妻子 除了你 我永生不会再去 哪怕你消失了 你也是我唯一的妻子 其实在你来之前 我一时想过 如果这辈子见不到你 我就孤独一辈子吧 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苏婉婉 这么好的男人 不要是留给别人吗 看着沈渊那张 越来越近的脸 苏婉婉忽然点起了脚尖 猛然一个抬头 亲了上去 操 沈渊 我们谈恋爱吧 说完一个转身 直接开了门 就走了出去 沈张 今天中午加个肉菜 我来坐 苏婉婉出了门 独留沈渊一个人 似乎还在回味 小仙女亲我了 怎么能让小仙女亲我 应该是我主动才对啊 谈恋爱是什么玩意儿啊 谈 谈什么都听她的 那个沈张 你出去把鱼杀了 这里交给我和你嫂子吧 我来欠 媳妇 沈渊一边切肉 一边拿眼看呢 嘴角都要咧到天上去了 还时不时地笑出声了 苏婉婉觉得没眼看 哎呀 刚谈恋爱的老男人 飘飘然的感觉 一直持续到下午 沈素他们过来送网送鱼 嫂子 我娘的意思是 不行的话就拿那边她一块都给熏了 沈的你还麻烦 成 谢谢大伯娘了 我们都给收拾干净号给送去 哎 媳妇 那鱼你就别沾手了 让沈钊先杀着 其余的等我回来再弄啊 杀鱼 苏婉婉也不会 可十二岁的沈钊倒是很熟练 已经坐在那里开始杀鱼了 从明天开始 在卖收前这几天 我得去卖场训练汉子们 而且每晚安排四个人巡逻 那是应该的 咱们村长是个好村长啊 嗯 还有红薯和玉米 卖收后若是不下雨 这一天怕是也中不了了 只能等六月份下雨后再中 村长让问问六月份中会不会影响收成 还问我们能拿出多少种子 我记得你说过六月份也能种 就是冬小麦会推迟一些 至于种子我也合计了一下 不能说太多 每家只能一亩地的量 而且要用钱来买 若是没钱的话 收成我们收两成 村长还挺信任我们 就什么让大家种啊 他可是吃过我们的红薯和玉米窝头的呢 成 外面的是你做主 倒是只要他们肯种 咱们就能卸两种 娘亲娘亲 哥哥不小心把水泼到爹爹做的炉子上了 娘亲 我做了 是我没看到 没事 这炉子已经可以用了 你也是在帮忙干活 应该表扬你才对 真的没事啊 吓死我了 甭说没事 就是有事 你们又不是故意的 而且主动认错 就是孩子 好了 今天晚上咱们就用这个炉子吃鱼火锅 什么是火锅呀 娘亲 我要吃火锅 娘亲 我还要喝可乐 可以吗 都是小吃货 赶紧去干活去 见他抬锅 伸手却要去接过 却不小心抓到了他的手 苏婉婉脸微微一红 一想到 他们现在可是正式确立了男女关系呢 抓个小手害羞个什么劲啊 一个抬头 沈渊的大脑袋已经凑了过来 婉婉 我 想亲你 你亲呗 你别光说不干呢 咋的 还让我主动啊 沈渊心跳如骨 一个低头 终于亲上了那个让自己心心念念的小口 苏婉婉瞬间就觉得快要呼吸不上来了 一下子拽上了他的衣领 两个都不会的人 就这么把自己弄得气喘吁吁的 好半天才松开 孩子还在外面呢 你赶紧出去 下次我轻点 你快出去快出去 晚上的炭鱼火锅直接放在了小炉子上 苏婉婉从空间拿出自己家用的小铁锅 一家人围着炉子 这一顿火锅也是吃的热火朝天呢 都洗漱之后 苏婉婉从空间拿出了从红薯藤上弄下来的一些苗子 这些分成三份 一份给村长 一份给冯刚 还有一份 我想给隔壁的李玉玲嫂子 都听你的 你远一点 别让您弄你身上了 太暗了 别做了 又不是急事 我没关系的 那也行 现在天亮的早 我们明早起来弄 谁说不是急事的 媳妇的事 就是天大的急事 闻了闻身上的汗臭味 也不敢做什么 立马就要去冲凉水澡 这刚准备出去 她就开门进来 一下子就把她抱了个满怀 你怎么洗这么快 沈渊却是紧紧地拖着她 直接到了床边 轻轻地把她放下 你还想走 这一吻 到底是比上次熟练了许多 苏婉婉的胳膊 已经支撑不住了 直接吊在了床上 沈渊放开了她的小嘴 又是一个低头 我先擦擦头发 苏婉婉震惊了 尼玛 我这都意乱了起来 你就去擦头发 我不在意好吗 媳妇 你上午说的谈什么 恋爱 是什么意思 是要和我做 真正的夫妻了吗 谈恋爱是试着做夫妻 还不是夫妻呢 我们那里先谈恋爱 觉得两人合适才能成婚 不合适就会分手 重新去找别人谈 咋的 还想找别人去谈啊 不准找别人 你我是有婚姝的 放心 我会对你好 会让你满意 让你知道我们是最合适的 一日 沈渊天刚亮就起来弄厕所了 从今天开始 她每日早饭后 要去卖厂交村里的人恋权 哟 沈渊家的来了 快进来 嫂子 你叫我玩玩就行 喊那个太生分了 瞧我 你说的是 以后我可就叫你玩玩了 哎呀 你怎么还带东西来了呢 这是红薯苗 我想着看嫂子 愿不愿意先种一些 若是六月份能下雨 还是能成活的 那咋不愿意啊 谢谢你了 妹子 不管沈天剑 测得准不准 种下去总是一份希望 不是 我听村里人说了 村长呢 打算等卖收后 就让村里人跟着你们种玉米 我先跟你说好了 算我一份啊 你那里有多的都给我 别人不种我们种 上次你给铁牛的那几个玉米窝头 可太好吃了 婶婶 铁牛哥哥呢 我要找他玩 月儿妹妹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哎呦喂 疼死我了 小月儿一听 立马跑了过去 不过确实没进去 捏着鼻子 站在厕所外面喊着 铁牛哥哥 你咋了 我肚子疼 疼死我了 铁牛这是吃坏肚子了吧 拿药了吗 去在村里柳大夫那儿拿的药 最近好多孩子都这样 听说镇上也有呢 哎呀 吃了药也不太管用 村里还要大夫 咱村柳大夫就是在镇上 医馆做堂的 这两只刚回村呢 娘 我肚子疼疼 我是不是要死了 大夫说 这病死不了人 应该就是肚子里长虫了 把虫给拉出来就行了 太吓人了 娘亲 月儿肚子里会不会也有虫虫 我不要长虫虫 苏婉婉这下是明白了 估计啊 就是蛔虫 哎对了 她空间里还买了不少药呢 应该有宝塔糖 还有医书呢 一时进到空间 悄悄地拿出几颗宝塔糖 放在手里 月儿 我这里有糖 你和铁牛哥哥一起吃 铁牛 别哭了 吃糖 哎呀 妹子啊 总是吃你们的东西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哎对了 你们家鱼收拾好了吗 不行拿过来 我们一块儿熏 不用了 嫂子 你看你总是这么客气 就是几颗糖 况且昨天你还帮我说话 我也记着呢 我家的鱼 大伯娘帮我们弄了 啊 你说那里有春梅啊 我听说啊 她从做姑娘的时候就梦了 你说咱们李正为人挺正派的 有个这样的闺女儿也是头疼啊 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你家沈渊以前可没正眼瞧过她 我看哪 这沈渊稀罕着你呢 更何况经过昨日那一闹腾 那柳春梅怕是这两天就要嫁出去了 只是 我还有些担心 嫂子担心什么 反正她以后又不再带柳树村了 就算在就跟嫂子说的 我家沈渊才看不上她呢 看到李玉林欲言又止的样子 苏安婉猛然又反应过来 嫂子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其实吧 我不该脚舌根的 可是我有一次瞧见柳春梅 和一个汉子钻了小树林 恰巧不巧 那汉子是 贺二柱 我男人他那同父异母的兄弟 你说她连有妇之夫都敢勾搭 还要脸不要啊 万一真嫁到了本村 那不是添堵的吗 咱们村风和谐 有这么一个小媳妇 真是造孽啊 一个寡妇 一个有妇之夫 古代人真会玩 我那小树是个魂不立的 好似对柳春梅还挺迷恋的 就怕她昏了头脑 把自己媳妇给休了 然后娶了柳春梅 柳春梅怕是也不想去外村 万一逼着贺二柱娶她 苏婉婉不知道的是 李玉林嫂子猜的是一点都没错 村里里正家 爹 我不嫁 你逼我嫁给她 我就去死 柳春梅在家又哭又闹的 甚至以死相逼 她爹给她说了两个男人 一个三十岁还带着两个孩子 一个是有残疾的 跟村里的冯刚一样 是个脖子 这两个男人 她一个都看不上 就你这样 你嫁过去 我还先对不起人家 你不选 正好我跟你选 就嫁着李家村 爹 你居然让我嫁给一个残疾的 她配吗 人家怎么了 我已经打听过了 那汉子是个汉后老实的 也会质探 是个手艺人 家里就有一个孩子 又没老母亲 你嫁过去就当家做主 有什么不好的 人家还没嫌弃你是个寡妇 还带着个孩子呢 有什么好的 就是个卖探翁嘛 他还推脚不好呢 爹 我不嫁 嫁不嫁 也由不得你 我这就让人去说 这两日 你就赶紧嫁过去 刘大萍下定了决心 直接把门给啰啰锁 回头看着院中其他人 鼓怒自威 谁敢给他开门 我打断他的腿 苏婉婉当天晚上 就这么随便提了一嘴 沈渊没想到 这柳春梅不仅勾搭他 还勾搭了其他男人 而且还是喝二柱 那个魂不吝的两人倒是相配得很 沈渊想到这个急匆匆的出门去了 柳叔 你们干什么呢 春梅跑了 我们去找找 该不会真被媳妇他们说中了吧 柳春梅还真是想留在村里啊 柳初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找啊 去李家村 我怕他是要去退进了 柳初 我入夜的时候 好像看到有人往山林去了 你们可以去那里找找 成 我们先去林子里找找 找不到 再去李家村 柳大萍带着众人 呼啦啦地开始往山林里去找 怎么这么快 你干什么去了 你们还真猜对了 柳春梅不见了 李正带人去山林里找了 他还不会真被玉林嫂子说中了 他想嫁给喝二柱 古代的寡妇 还真是猛啊 有柳叔在 他嫁不成 管他嫁成嫁不成 留在村里我也不怕他 就是你 我从没正眼看过他 婉婉 我 只缠你 这什么胡浪之词 沈渊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自己是怎么个缠法 此处风光以泥 山林更是干柴烈火 谁知 二人正激烈之时 柳大萍带着人上了山了 还听到了他要休妻 取柳春梅的话 无耻 无耻 我柳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孽障啊 李政 我是真心想起身梅的 我一定对他好 孽障 打 给我打死这个别孙儿 柳家子弟也是觉得没脸 一个个是上前就拳打脚踢 爹 别打了 我要嫁给二柱 求您成全我们 你可不要脸的玩意儿 我柳大萍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要和你断绝关系 别打了 是你女儿勾引我的 你怎么打我呀 就你女儿这破烂货 当谁稀罕呢 贺二柱 你别提了裤子不认人 我跟你拼了 还嫌不丢人 走 滚回家 呸 什么玩意儿啊 但我愿意去呢 女儿白给老子玩了几次 装什么正板 这件事儿到底没被宣扬出去 毕竟啊 柳家的人嫌丢人 贺二柱再魂不吝 也自然不会拿这事儿到处说 柳大萍第二天就把柳春梅给送到了李家村 不仅不要彩礼 还贴补了十两银子 直接就给了那男人 并且交代那个男人 他已经和这女儿断绝关系了 以后他就是他婆娘 要打要骂随他便 只要他不听话 随便打骂 死了他也不会管 这一天早上 小月儿一声淒厉的叫喊 几乎震得整个大柳树村都惊动了 娘亲 虫子 虫子 我拉虫子了 与此同时 隔壁铁牛家也传来了铁牛淒厉的叫喊声 娘 娘 虫子 虫子掉不下来了 送我屁屁了 别哭 没事 拉了虫子 嘟嘟就不会疼了 可是 娘亲 我嘟嘟没疼啊 铁牛哥哥嘟嘟才有虫虫 鱼儿嘟嘟里怎么也有啊 娘亲 我再也不想拉屎了 苏丸丸也是无奈 可是又有点惊悚 她买的这是什么宝塔汤呀 怎么还有虫子出来 不是说现在的宝塔汤技术很高 直接会把虫子也化了吗 乖 我再给你两颗汤啊 苏丸丸拿了两颗宝塔汤给她 看她开心的样子 她也是嘴角一抽 已经能想象到小家伙明天的撕心裂肺了 呵呵哒 不怪我 老娘也是问了你好 受着吧 后世七八十年代还有多少孩子 都得有这一遭呢 娘亲 这个糖好好吃啊 铁牛和小月儿拉出虫子的事 还是在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大柳树村 接着第二日 沈云易也经历了同样的事 村里的柳大夫知道了 光芒跑到苏丸丸家 苏丸丸看着那四十岁左右的大夫 跳到猪圈里 用木棍拔了着看 还弄出来一坨 她肃然其境 其他妇人也是惊讶 同时都是暗叹 大夫也是不好做的 是我错了 昨天我还埋怨她的药不管用 孩子吃了两天了 肚子还疼 苏丸丸看着那四十多岁的男人 用瓦罐装起了一点粪便 丝毫不嫌臭 不嫌脏 不由得有些感动 苏丸丸已经打了一盆水出来 柳青云也没客气 先把那瓶子放在地上 自己洗干净了手 沈云家大 谢谢你 这玩意儿可真贵着呢 有一条虫子 还让柳大夫这么宝贵呢 那可不 对我们医者来说 每一个标本都是珍贵的 能从里面研究出不少东西呢 指不定有了这东西 就能研究出灭虫的药方来 唉 还是留某无能啊 村里这么多孩子长虫 到现在都没一个可用的药方 嗨 我们咋能怪您呢 这长虫的病 甭说是咱们镇上 就是去京城 怕是也没几个大夫能治吧 咱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可也不能任由咱们的孩子 这么疼下去吧 这万一拉不出来 那么大的虫子 不得把孩子吃掉啊 哎呦 怎么办呢 大夫啊 您可得好好研究研究 救救孩子们呢 对啊 我家的已经躺两天了 拉西也两天了 可是这虫子就是下不来 苏婉婉听闻 意识早就已经进到了空间了 苏婉婉又开始扒拉药品 被她找到了一盒中药丸的除虫药 嘿 太好了 这个可以啊 是黑药丸 而且呢 看了看盒子上的药方 都是中草药 请相信我 我一定能配好药的 铁牛娘 我能问一问 你家铁牛除了吃药 昨日还吃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吗 没吃什么特殊的 就是野菜饼子啥的 跟大家吃的都一样啊 沈渊家的 呃 你家两个孩子 这两日都吃了什么 那个 刘大夫 我也是昨日听铁牛娘 说了几句村里的情况 就想着 我家两个孩子 会不会肚子里也有虫 然后就回来为他们吃了几粒药 是否还有剩余 可否给老秀看看 当然可以 不过我的药也不多了 这药是以前在我们村 我遇到的一个游艺给我的 当时我们村里就有几个同样症状的 我娘买了留给我用的 迟迟也没用上 听贺嫂子说了之后 我就想着 这药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先让小月和小云烨用上试试 若是行了 再给铁牛试试 谁知道铁牛体质好 就是自己排出来了 当时还留了几颗 是这样的 这些孩子自身体质好 也是有能自己排出来的 妹子啊 我看你太客气了 还想着我们家铁牛呢 还让你家的试药 好吧 该谢的 宝塔糖也是我给的 嫂子 这不是也没用上 不过也好 这几颗 我这就拿给柳大夫 希望柳大夫赶紧配出药来 这样咱村的孩子都不受罪了 苏婉婉说完 转身就装作去屋里拿药了 这沈元家媳妇还挺好的嘞 是啊 这么珍贵的药都能拿出来 咱村的孩子们有福了啊 若柳大夫真弄出药来 咱都得谢谢人家呀 沈元家的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药 我得拿回去砸碎看看 只是 这毕竟是别人的配方 为了孩子们 老夫这也是没办法 还请告知 那医者的性命 若是将来 药房发扬光大 也好冠名啊 哎呀 这 时间太久了 那大夫又是个灵医 走街穿巷的 我们也没问 那个 刘大夫 我听那个灵医说 这病都是大家喝生水的原因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水里是不是有很多虫子 尤其是现在热天 水里虫暖很多 所以我们平日喝水要烧开了再喝 不然就算这次拉出了虫子 下次还可能再长虫的 小娘子提醒的是 不仅水里有虫 平日里 大家都得注意卫生 手上到处摸 也会摸到虫暖 妇人们又是七嘴八舌地 议论了几句 看看天色 总算是都离开了 娘亲 是不是那跟小宝塔一样的糖果呀 小机灵鬼 没事的 那药丸也能杀虫 小月儿不许说出去 不说不说 我又不傻 我才不会说呢 经此一试 苏娃娃还真的赢得了 全村妇女的一致好评和感激 因为不久没几天 柳大夫便研究出了药方 这一阵子太忙了 沈渊总是趁着孩子没注意偷个香 媳妇的手怎么这么好看 若是给她摸一摸 她怕不是要快乐地起飞了 这么想着 她还真就这么干了 握着她的小手就 谁说她不行的 这以后若是 不得把我弄死 不不不不 不能矫情 我要幸福死 收卖前这一夜 苏婉婉没能离开沈渊的房间 被她亲了一个遍 最终在她怀里睡着了 田里已经有了很多人了 都趁着早上这会儿太阳还不毒 抓紧时间割麦子呢 沈渊已经调整好了姿势 这麦衫就像是一个大箩瓦框 掌握不好还真弄不成呢 甩一下出去不仅没割到麦子 反而差点把那箩瓦框甩回来 这就挺尴尬的 这玩意儿还怪不听话呢 看老子不收拾她 沈渊也是一个高兴 耍着那卖衫越做越熟练 不多一会儿就已经是收了半亩地了 媳妇 你这小身板就别干了 在地头看着就成 嫂嫂 您还是回去歇着吧 这太阳太晒了 地里有我们就行 不行 你回去给我们做饭 哎呀行吧 大家都下了大力气 她还是回去给他们弄点好吃的 苏婉婉就这么回到了家 立马她就熬上了绿豆水 顺便还看看中午做什么饭菜 沈渊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卖衫 我媳妇念着我家牢历上 特意琢磨出来给我用的 你们看啊 这上面可是有很多刀片的 沈渊媳妇可真聪明 这都能想出来 沈渊 这东西花不少钱吧 这东西就几个刀片值钱 其他都是竹面 刀片差不多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 其实也算可以了 想想五把镰刀 也不止一两银子的 是啊 我家就两个劳力 若是能用上这卖衫 来年还能多种几亩地啊 袁啊 你这卖衫 来年输也能整一个不啊 这有啥不能的 我媳妇说了 这玩意儿啊 就是解放劳动力的 谁想用啊 尽管自己去做 哎呀 沈渊媳妇真是大工无私啊 啥也不说了 沈渊啊 你娶了个好媳妇 好好对人家啊 结果可想而知 只有一个重劳力的沈渊家 这个卖收的却是最快的一家 沈渊这边喝了玉豆水 就让她赶紧回去 苏婉婉看了看大伯娘她们 看绿豆水还剩得多 就端到那边去了 大伯娘 嫂子 你们也来喝点绿豆水 哎呀 谢谢你了 哎呀 我真渴着呢 孙叶子见状 也立马扔掉了麦碎 跑了过来 我也喝一口 渴死我了 哎呀 可真甜啊 孙叶子喝完又要去咬 张翠花却拍了拍她的手 咋不渴死你呢 你大早还没喝呢 样啊 别干了 先会儿过来喝口水 谢谢弟妹 谢谢娘 她谢了一声 这才喝了一碗水 婉婉啊 你可真聪明 那卖膳 你咋想出来的呀 本来你大伯还说 要去帮你们呢 这想好了 我们还用上 你们家的卖膳了 今年这收卖的速度 要快些了 大伯娘 你可别夸我了 弟妹这面可真好 这孩子们都在干活 就她天天的 直送水的时候 能看你个人 你也不能这么说 弟妹不也在家忙活吗 她还做出来了卖衫呢 你个懒蛋 嫌弃我们老沈家亏待你了 人家沈渊愿意宠着媳妇 关你屁事啊 还羡慕她 有本事你把刚才那绿豆水 给老娘吐出来 喝还堵不住你的嘴呢 张翠花又是一阵猛抽 孙叶子嗷嗷之叫的 跑去干活了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弟妹 她就是嘴欠 你别往心里去 娘说的对 男人愿意宠着你 她就是嫉妒你 嫂子 我知道的 沈渊不让我干活 我也没办法啊 媳妇 太阳太毒了 你赶紧回去 别晒着了 这汉子是故意的吧 哟 这小媳妇害羞了 沈渊娜 你可真疼你媳妇 沈渊 你可别说了 我媳妇脸皮薄 宠自己媳妇不是应该的吗 不会丢人啊 宠媳妇才会家旺呢 老柳叔说的没错 宠媳妇旺家 我自己的媳妇我乐意宠 关别人什么事啊 我又没让你替我干活 媳妇 不是让你在家歇着吗 这又是弄出什么来了 这叫连家 取代木棒敲打 看看好用不好用 你先试试 不过咱家现在有牛 只借用十年就行 倒是不必再出这么大力 我想着把咱家的牛也牵过来 可以和李盛家的轮流拉十年 这样夜里的时间也不能浪费啊 那咱家的纸拉晚上 咱也收铜板吗 李正说了 今年这情况呀 就不收铜板了 负责牛的干草就成 咱们跟他一样 李正好人呢 娘亲娘亲你来了 娘亲 哥哥的大门牙掉了一颗 你哥哥七岁了 是该掉牙了 小月儿到了时间 也会掉牙的 我不要掉牙 掉牙说坏漏风 还难看 这边 沈渊已经走到自家麦岁那边 拿起那连家甩了起来 这个好使啊 不用使你啊 感觉我也能很快地敲完 咱家有牛 干嘛要你下列 嫌你力气大没出使啊 你最近都没让我碰 确实没出使啊 我力气十大 你早晚会知道 这边 沈渊又拎着连家敲了好一阵子 再次成为了大柳树村的中心人物 一群人跑过来都看热闹 沈渊趁机说了 自家牛夜里 也可以用来拉十年的事情 条件和李正佳的一样 如果排不上队的 也可以用这个连家 并且他说明柳二叔那边有连家 二十个铜板一个 总之 这次麦收的就很和谐 速度也很快 没过几天 全村的麦子就都收完了 晾晒麦场上 也是一茬又一茬的收 这一日 夜晚正睡的迷糊间 忽然听到外面砰的一声 苏婉婉瞬间就起了身 另外穿好了衣服 沈钊已经跑了出去 沈渊今日不在家 领着人在村里面巡逻呢 村里面到处都是吆喝声 还有铜锣声 嫂子是野猪 野猪下山了 木门被野猪撞得是咯吱咯吱响 眼看着就要被撞开了 苏婉婉和沈钊抬着木棍 瞬间顶了上去 娘亲怎么了 是野猪吗 听我说 沈钊你去抬一袋粮食出来 不在这门口 苏婉婉觉得 他们可能顶不住 沈钊立马就明白了 嫂子的想法 慌忙进屋 使劲地搓了一小袋小麦出来 全都撒在了门口 果然 野猪消停了片刻 你们听好了 在生命面前 这些身外之物都不是事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以自己的生命为重 哪怕现在我们粮食也不够吃 只要有命总能过下去 可是命都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娘亲 我们要开门吗 暂时不能开 快 往外撒粮 沈钊一身是血地赶回来 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 趁着两头野猪吃得悠闲 剩前就是两个闷棍 直接把野猪打死在地了 是爹爹回来了 婉婉 开门 是我 收回木棍 苏婉婉打开了门栓 吓死我了 还好你们没事 别担心 都是野猪的钱 我拿把刀剑就走 你们在家把门栓好 多用几根棍子顶着 我得赶紧过去 有一群野猪要在卖场吃粮食 我会把野猪都引过去 你们做得很好 若还是有野猪 就往外扔粮食 比起命来 粮食算什么呀 野猪吃饱了 就不会进家门了 放心 我会注意的 经过这事 几个孩子也彻底睡不着了 干脆就等在院子里 沈渊这一去啊 再回来已经快到天亮了 而且是被抬着回来的 野猪太多了 而且都是壮年野猪 村子里的汉子 没有几个能打的 沈渊一人难敌种野猪 还是被猪给撞了一下 都别担心 我没事 这下呀 村子里有肉吃了 都怪我们武力不行 连累了渊哥 是我 若不是我不听渊哥的话 非要上前挽救那些粮食 渊哥也不会为了救我 行了 都先别围在这儿啊 让刘大夫先给看看 嗯 还好没伸到筋骨 就是淤珠 休养几天就好了 苏婉婉 见刘大夫已经收了药箱 立马上前就要付药费 沈渊是为了村里的粮食 才受伤 这钱怎么能你来出啊 要我来付吧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啊 都别付了 我不收银子 上次那青虫药 还是沈渊媳妇给我的 若不是她 我也做不出来药 沈渊又为咱村受了伤 他们夫妻是咱们全村的恩人 得念着他们好 你当我不知恩啊 我这都记心里呢 沈渊啊 你这几日好好休息 我先去处理外面的事情了 没事了 你们都再去补个觉吧 沈昭看了看 带着小月儿 还有小云逸出去了 媳妇 我没事 别担心 你告诉我说 这是没事 我说了 敢受伤就别再碰我了 那可不行啊 有媳妇不能碰 你要憋死我呀 媳妇 本来没受伤的 我安排她好好的 谁知 那冬子舍不得那些粮食 哎 正好有两头野猪 想她冲过去 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那孩子家呀 就她和她老娘相依为命 她老娘还是个瞎子 你说她若是出事 那老太太可咋办呀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以前无所谓 死了就死了 可是现在 有你在 我惜命着呢 说什么死 说什么死呢 不死 我们还没远方呢 我可舍不得死 更舍不得你 沈渊 你 你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霍元 我叫霍元 霍元 听起来就像是个大将军的名字 霍元 沈渊最终还是躺在苏婉婉的怀中 沉沉睡去了 累了一夜没睡 她是真困了 做完这些 苏婉婉喊了小月儿和小云易 回去带着沈昭 一起去了老宅 二堂兄受伤了 沈渊躺床上不能动 大伯都来看过沈渊了 那他理应也该去看看 哎呀 来就来了 带什么东西啊 咱们现在可不行这个啊 更何况沈渊还受着伤呢 拿回去给沈渊吃 给二哥吃的 大伯娘 二哥他咋样了 哎 对躺几个月 幸好你和几个孩子没事 我还听说 野猪也去你们家了 嗯 多亏相公即使回来 撒粮食 把野猪都引走了 这天傻子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全村就我男人伤得住 这日子怎么过啊 你男人还没死呢 好什么好 再好回你们老孙家 哭你爹去 日子怎么就不能过了 啊 你个老娘好好伺候你男人 再有什么外心思 老娘打断你的腿 阿哥 我们走了 你好好养伤 苏婉婉在门口喊了一声 算是打了招呼 就要走了 这沈渊也受着伤呢 以后来坐坐就行了 不用带东西啊 回去给沈渊补身子用 苏婉婉婉 苏婉婉无奈 她知道推托不过 咋不需要了 沈恒不比沈渊受伤重啊 沈恒更需要补身子吧 娘 咱家正好没鸡蛋了 沈恒吃啥呀 这是弟妹给沈恒拿来的鸡蛋 我们不能不要啊 张翠花嘴角一抽 一脚就踹了过去 直接把孙叶子给踹倒在地 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呢 吃吃吃 怎么吃死你 自己偷藏吃食 自己要去找死 脸累得我儿子受伤 你还有脸了 呸 什么玩意儿 娘 我和二叔刚刚进屋的时候 看见二婶婉在吃鸡蛋 咋就家里没鸡蛋了呢 二伯伯受了伤 为啥二伯母吃鸡蛋呀 不是给二伯伯吃的吗 你俩也是小机灵鬼 就那两个鸡蛋 给沈恒吃的 你还要吃了 你个臭娘们 饿死鬼头胎转世是吧 你男人为了你都受伤了 你那心怎么那么硬呢 不得了了 婆婆打儿媳婚了 她是个男人 保护我不是应该的吗 两个鸡蛋我吃一个怎么了 我真的要立即照顾她呢 家到你们家 我算是倒了没了 家到你们家 我也受罪了呀 吃个鸡蛋还要挨打 有没有天理了 虽然说都是穷闹的吧 可这孙叶子也够极品了 分不清形势 受罪 那你给老娘滚回你们孙家去 看看你是受罪还是享福呢 赶紧滚 我不走 村里那么多野猪要分肉呢 咱家沈恒受伤最重了 咋的不得多分点啊 不要脸的东西 沈恒是救你伤的 不是救粮食伤的 还想多分眼 你脸怎么那么大呢 沈昭早就出门 喊了大哥还有大伯回来 正看到张翠花在打孙叶子 赵雅上前 抢过了婆婆手中的噪巴 老大 老大媳妇 你们把她送回孙家去 我老沈家 不能有这样的儿媳 嫌我家受苦 你还是回你家享福吧 你们 你们要修我 不 你们凭什么呀 修也得看看沈恒同不同意啊 我同意 修姬 沈恒 你说什么 你要修我 我做错什么了 你不要修我 我走了谁照顾你啊 让你看笑话了 你二嫂那人吧 家门不幸啊 大伯娘 谁家没有一桩两桩的糟心事 您赶紧回吧 苏婉婉猜的没错 孙叶子最终还是留下了 不过她再三保证 一定会和沈恒好好的过日子 再也不多嘴的 这个保证有用没用呢 苏婉婉不关心 她关心的是 家里来了两只小猪仔 还分到了几乎一整头猪 娘亲 咱们终于可以养猪了呀 小猪猪 好可爱呀 沈渊媳妇啊 东西都送到了 小猪仔 我是想着你家里有猪圈 不过这年头养猪 不怕是也困难 真是没啥味的了 想啥就啥了吧 成 我知道了 谢谢你了 柳叔 是我该谢谢你们两口子 对了 明日 农业司的人可能会来 我把麦山和廉家的事情都说了 若是他们问起什么 你就照实说就行了 多谢柳叔 我知道了 绝不给咱们大柳树村丢脸 代理正离开了 苏婉婉看了看那整个一头猪 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好了 沈渊在屋里也躺不住 阻着拐杖走了出来 我来处理吧 你没事出来干什么 刘大夫说 你得休养好些天呢 我又没伤到骨头 哪里那么娇弱了 给我找个凳子坐着 我可以多少 娘亲 我们今晚能吃肉了吗 瞧你们馋的 行 今晚咱们吃饺子吧 兴祝卖收结束 哇 太好了 月儿好久都没吃饺子了 那今天晚上 让月儿吃了够 其余的 咱也不做腊肉了 我给分割好 都放你空间里去 咱们想吃的时候呀 就拿出来吃 成 都放我那里 咱们随时可以吃 这一天晚上 整个大柳树村的上空 都飘散着肉香味 吃完饭 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 看着漫天的繁星 一看就知道 明天又是个大晴天 今天我就把沙土地交了一遍 若是六月份再不下雨 咱们那红薯苗 依旧还绿油油 怕是会惹人怀疑 会下雨的 不然朝廷不会让难民 都节留在通许县 不许南下 不过也得以防万一 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咱们县令大人 也是个能耐的 这么多日子了 竟然真的扛住了 沈渊不知道 此时的许怀远 正在焦头烂额的 赈灾粮还没到达 他把县里府库都拿了出来 去挨着的几个 南方的县城收购粮食 可是无奈 各地粮食吃紧 有银子也买不到 而且府库也快没银子了 无奈之下 他把粮仓的豆子 也拿出来用 这一日 农业司来报 大柳树村已经收完麦子了 收成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 他也是愁了脸 这是第一个 收完麦子的村子 当然 也有可能其他村也收完了 但是还没上报 农民也不容易 不要怪他们 三分之一的税粮 也是要他们的命啊 娘 我都知道的 只是这税粮不收 县里的粮仓就空了 眼看就要断粮 若是难民难下 这么多难民 那些农民 不知道有没有自保能力 怕是也会守不住 岂不是大乱了 既然已经有村子 收完麦子了 儿啊 你不如就下去亲眼看看 也别因为收税粮的事 再弄个官民不合 老天保佑啊 六月份一定要下雨啊 娘 我也真有此意 大柳树村最稀奇 而且他们还制造出了 新奇的农具 正好明日 我亲自去瞧瞧 明日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这甜甜的待在县衙 什么都不做 我还真不习惯呢 等这灾情过去了 我和你大哥他们 还回老家种地去 娘 我知道你闲不住 这里也不自在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明日让多多也带上吧 他也快憋坏了 我让人去准备一下 一日一大早 大柳树村就热闹了起来 因为今天要做杀猪菜 沈渊 我想好了 农民只靠种地是不能致富的 我要开厂子 就是你们说的作坊 生产辅足和豆制品 我觉得现在是建造作坊的最好时机 趁着现在大家都没事干 先把作坊建起来 等到灾难过去 我们就收购农民的豆子 还能招收乡亲来做工 我们也不用去镇上或者县里 就在咱们村 你看 这是一条生态产业链 咱们从农民手中收购豆子 然后豆渣和干水可以喂猪 猪粪瘤欧肥 又能用到地里去 乡亲们可以做工也不耽误种地 想养猪的也可以养猪 至于销售 咱们也不用管 县里有那么多能人 只要名气打开 会有人前来采购 让辅足卖往全国各地 若真有人学去了 也没事 这生意本钱大 暂时村里也没人能够承担得起 若是以后他们有钱了 也想自己做辅助 咱们还可以指导 若家家户户都做这个 咱们村也就在全国出名了 我们那里就是 整个镇都是做这个的 越是如此越出名 到时商人们都来咱们平阳镇 百姓们岂不是人人都发财发家 怎么了 我的脸不干净 没有 看你好看 媳妇 你怎么这么好呢 轻轻一低头亲上了李红唇 苏婉婉无语了 这男人现在时不时的就要亲他 大白天的还在院子里 也不怕人看到 嗯 你的腿 许久 苏婉婉才被他放开 婉婉 这么久了 你可考察结束了 我喝个忙 多久啊 好像没几天吧 婉婉 我们什么时候能远房啊 他又来了 怎么着也得等你的腿圈好了呀 他 他要和我远房了 婉婉 别发嫂 说正事 你说的对 现在建造作坊的时机最好了 我看这口大锅就需要浪费很长时间 该定做的咱先坐上 一步一步来 嗯 大锅不难 就是费时间 左右还要建厂房 累炉子 咱们就慢慢来 你不用操心 这些交给我就好了 赵大人 您还亲自来了 刘李正不必多礼 这次我跟着县令大人一起来的 咱大柳树村是咱们县今年第一个手完麦子的村 也是这么积极上报 本官甚是欣慰 草民拜见县令大人 刘李正快起 不必多礼 今日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今年的收成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 昨日野猪下山收获了不少野猪 村里今日有杀猪宴 那大人请跟草民来 苏婉婉看时间差不多了 也扶着沈渊准备去卖场吃杀猪宴 他们家在路边 这一出门正好碰上了县令旅行人 许大娘 不对 许老夫人 是您 是 苏姑娘 苏姐姐 是你啊 是我 许老夫人 多多 哎呀 不必这么多礼 还跟以前一样 叫我许大婶就行了 成 那我就厚着脸皮 私底下就叫你婶子了 大人 那夫妻就是沈渊和苏婉婉 这次我们卖能够收这么快 多亏了他们 两个农具都是沈渊媳妇琢磨出来的 昨日野猪下山 是沈渊带人保护了粮食 你们不必多礼 说起来本官还应该感谢你们 天呀 怎么感觉沈渊他们认识县令大人呢 看那许老夫人和沈渊媳妇还很熟的样子 不得了啊 听说沈兄曾在军营多年 不知道是在哪个军营服役 一行人开始往卖场走去 许怀远壮似无意的聊天 西北军营 王将军坐下 可是霍大将军回下的王振和将军 是 霍大将军已身殉国 换来我大侠边境和平 如今已经有两年了吧 是啊 刚好两年 听说将士们给他建了一个衣冠种 袁啊 你知道在哪里吗 若是有机会 我也想去祭拜一下啊 在荆棘灵 无论是霍大将军 或者是他手下的将士 哪怕是一名伙父 都值得老百姓尊重 你们都是我们大下朝的英雄 这县令大人竟然对着沈渊作医 这 沈渊就算当了几年兵 现在也是白丁啊 说话间 他们已经到了卖场 趁着饭菜还没熟 许怀远让柳大平带着自己去地头转一圈 顺便询问了大家的储水情况 沈渊走路不方便 苏婉婉就陪着他 留在了卖场 玄奕 小月儿 过来一下 年轻 我们玩丢十仔 可好玩了 哥哥每次都能赢 这是你的孩子 苏婉婉点头 并没有多说 玄奕 你带多多弟弟去玩 他是小客人 你是小主人 可得好好招待啊 好 我会好好招待弟弟的 我叫沈云奕 你呢 我叫许千舟 小明多多 你好 麻烦你了 你放心 有我在 大柳树村 没人敢欺负你 还有我 还有我 我叫沈思叶 哥哥 我也可以带你玩呀 哎呦 你这两个孩子啊 可真讨喜 长得也都好看 李正大人 这是什么作物 啊 此物名叫红薯 奈汉 这是沈渊夫妇种的 据说产量极高 到八月就能成熟 红薯 能有多少产量 按照一颗红薯苗 长五个红薯的话 一亩地最少也能产出 十弹粮食来 刘李正 走 我们快回去 我还想亲自问问那沈小哥 红薯地的事情 苏婉婉和沈渊早有预料 太好了 沈小哥 这些红薯 我能否带回农业司机科 自然是可以的 赵大人也可以捡下一些枝头回去 千叉就能够长根生长了 这红薯千叉可生长 你们那些地 岂不是能再予出很多苗来 这天气 那些红薯能活下来吗 沈渊想了想 准备和许怀远 还有赵庆海单独谈话 那些红薯能活下来 那些红薯能活下来